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香港新闻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加开启通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香港的最新消息 3月31日是香港上市公司发布年度财报最后一天 不过根据彭博报导 今年有超过50家香港上市公司周四被停牌 部分交易员认为原因就在于 这些公司未能按时发布财报导致 根据香港明报报导 根据统计 香港竟然有高达93家上市公司 截至4月6日为止仍然发布出财报 这在香港股市是相当罕见的情形 其中有60家公司是将要停牌 赶不上3月31日的最后财报发布日 而这将要停牌的60家公司市值合计超过1800亿港元 报导指出 今年有60家公司停牌已经超过2019年的数字 其中以民间企业和低价股居多 包括主要业务在英、美、新加坡的公司 还有一部分是受到河北封城带来的冲击 报导指出 这些公司停牌原因是疫情冲击 及香港财汇局更严格的监管 令业界更处处谨慎 同时根据明报报导 由于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中国与英美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甚至恶化 逼得部分的英美公司撤离香港 香港苹果新闻报导 去年11月被全国人大及港府粗暴DQ立法会议员资格的 公民党郭荣坚已经离港 并且和家人身处加拿大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 他不知道郭荣坚的行踪 但目前还没有收到对方的退党通知 郭荣坚所属的大律师事务所 也显示他仍然是其中的成员 港府去年11月11日宣布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最新通过的决定 公民党杨岳桥 郭荣坚 郭家琪和专业议政梁继昌 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 其中公民党郭荣坚之后 一直保持低调 大约10天过后才接受传媒访问 突然宣布退出政坛 但郭荣坚当时强调 他没有计划离开香港生活 而从那之后 他也没有再公开露面或发言 也没有再接受其他传媒访问 不过就在6日 有媒体引述消息指出 郭荣坚宣布退出政坛之后 不到一星期就已经 自身离开香港 先到英国伦敦之后转往加拿大 至今未曾返港 有关报道形容 郭荣坚是 自身一人走老 而他的妻儿 随后在今年2月就飞离加拿大 媒体预料是为了与郭荣坚会合 报道又指出 郭荣坚在加拿大出事 本身也是加拿大公民 另外由于郭荣坚先前是法律界功能组别议员 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外国居留权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有民主派人士表示 郭荣坚在被DQ之后 行踪一直很低调 没有再参与民主派的活动 甚至没有再参与公民党的讨论 并相信他现在应该已经不在香港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对此回应表示 他也不知道郭荣坚的行踪 但明言没有收到郭荣坚的退党通知 另外梁家杰还透露 郭荣坚在通讯群组中偶尔还会有发言 但从未交代去向 香港政府近日以保护隐私为由 向立法会递交一项饱受争议的法案 限制公众查阅企业所有人及董事身份的详细资讯 在目前香港立法会几乎没有反对派的环境之下 批评人士认为这项法案将会限制资讯公开与流通 保护政治人物和商业权贵的利益 将让香港从国际金融城市变成贪污诈骗的温床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透过公司注册处查阅工商资讯的制度 已经在香港存在数十年 这一项制度可以帮助公众了解中国权贵家族的财富 曝光腐败并协助维护劳工权益 不过报导指出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已经在三月底向立法会提交议案 建议限制公众查阅公司注册资料 并分阶段加强相关限制措施 有鉴于目前立法会已经几乎没有反对派 这项议案预计将会顺利通过 而议案通过之后 未来香港公司登记册上将会只显示 董事通讯位置和部分身份标示号码 不提供常住地址和完整的身份识别号码 2022年10月起限制查阅范围将会扩大 对于以往必须提交给公司注册处的 常住位置、完整身份识别号码等资料 公司可以主动隐藏 由于香港的公司查测 对于媒体核实资讯或调查来说 是相当重要的资料 尤其是报导涉及方产交易、违法公司、 高官商家利益冲突事件时 常常可以在公司查测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香港记者协会3月底就发出声明指出 一些关乎重大公众利益的报道 都是传媒透过公司查测等方式揭露出来 华尔街日报也说 世界各地的记者也曾经利用香港登记的资料 来揭示全球资金流动轨迹 统计政府领导人家属资产并揭露电商巨头华为 涉嫌与伊朗进行违反制裁的交易 香港职工盟总干事盟赵达指出 公司查测是介入劳资纠纷 帮助雇员时常用的工具 在审计税务禁止审查等工作中 查测也是必须程序 会计师需要通过查询完整身份证号码和位置 符合被查人的真正身份 确认人物及公司的关系 不过对此 香港财库局局长许正宇表示 近年香港社会友人将个人资料武器化 以起底的方式伤害他人 因此有责任堵塞漏洞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则表示香港需要保护个人隐私 而公共名册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平衡 就算是记者也没有特权获得资讯 日本时事通信社五日报导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明冲 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电话会谈时 对香港情势以及北京对待新疆维吾尔 少数民族的人权问题 向王毅表达严正关切 此外报导指出 茂木敏聪也针对中国船只 入侵钓鱼台猎鱼水域 要求北京当局采取具体行动加以解决 此外茂木敏聪在电话会谈中也强调 日方要求缅甸安全部队立即停止对人民施加暴力的立场 并和王毅就国际社会必须对缅甸问题团结一致达成共识 另外在朝鲜问题上 茂木敏聪和王毅确认中日两国将携手推动朝鲜非核化 他同时也要求中国协助解决日本人遭朝鲜绑架的问题 王毅则对此表达支持的意愿 日本政府对其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态度变得强硬 东京罕见敦促北京改善新疆人权状况 并停止在香港镇压 对此华尔街日报4月6日报道 日本外相茂木敏聪呼吁中国外长采取行动 改善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 并停止在香港的压制行动 华尔街日报指出 在东京发出这一个异常强烈的信号之后不久 日本首相菅义伟将在4月16日 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 日本通常较为谨慎 并免激怒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如今东京对于北京的态度变得强硬 有分析指出这可能与台湾有关 在美国军方高层预估中国会在6年内攻打台湾后 日本与美国达成协助美军防卫台湾的共识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李志英 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民主党前主席杨森等三人 因为2019年8月31日 反送中运动游行 被控告未经批准集会 7日在法院审理前 三人突然认罪 然而李卓人在认罪时 同时也表示历史将判他们无罪 李志英 工党副主席李卓人 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 因为前年8月31日 在港岛参加反送中运动游行 而被当局起诉 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案件7日早上在区域法院开审 这起案件原先预计审讯多天 但商业电台报道 三人突然在庭上承认控罪 根据香港电台报道 三人逐一承认控罪 但李卓人同时也表示 虽然他认罪 但他没有做错事情 历史将判他们三人无罪 而除了这起案件之外 李志英和李卓人 也检入其他案件 包括前年8月18日的 另一起非法集结案 而这起案件一周前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结 李志英和李卓人等7人被判罪成 预计本月中判刑 李志英和李卓人等7人被判罪成 李卓人等7人被判罪成